可以直接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你工作這麼多年 你也住美國住你那麼長的時間 老美要搞你的時候 明著來 你自己碰過什麼樣的狀況 最讓你難忘的 就是我明明知道你要把我給賣了 我還真的被你給賣了 我跟你講啦 我講我個人一個經驗 我知道的東西都有都是 classify太多了 我不想給自己的麻煩 我是講一個 我第一次到AIT總部 因為他們在Virginia 我們要見面 有時候在外面 有時候到對面坐著 他們那邊國務院新上任的主管的官員 我那也第一次坐 我講到一半 我幾乎沒有辦法坐下去 我覺得有必要講得這麼直接嗎 有必要講得這麼露骨嗎 你必要講 你態度也好一點吧 我的感覺是這樣 他可以講內容嗎 內容不能講 內容不能講 我跟你講就是我的感覺啦 我個性比較直 當然我不是主攤 我旁邊我的長官坐我旁邊 我坐他旁邊而已啊 我那時候是政治組嘛 我負責政治組嘛 坐在那邊 我老闆看到我 在底下暗暗我 暗暗一下 對 他知道我一定會覺得不太習慣 那後來我就瞭解 為什麼 我後來瞭解 我在華府跟這些人這些牛鬼蛇生混了那麼久 牛鬼蛇生啊 不是搞軍武的就是帝國主義對不對 對要不然就CIA 華府最多兩種人啊 我見人我講 我說在華府兩種人啊 第一個軍火商 第二個CIA 這些人是在他們才盤踞在華府了 其他是鐵打的壓門流水的官啊 其他人來來去去啊 這就是Deep State 這是Deep State 深層政府 我跟你講 這些人啊 真是牢牢控制這些 那這些人 你那時候覺得安安不住 你有起身離席嗎 我怎麼敢呢 我是專業 我要總要 可是要我的個性的話 我會用一種軟的方式 可是表達我對你的意見 有一點 他們就沒有拐彎抹角了 他們有拐彎抹角 後來我瞭解為什麼這樣 其實美國一直自認為是世界領導國家 那他必須要人家聽他的 他怕你聽不懂 會跟你去兩次三次四次 一個預言來不夠來兩批三批四批 對 我告訴你啊 他基本上他的傳達訊息 他們的方式就怕你啊 怕你耍賴 這件事no 就是no 不準就是不準 你就是不準做的就不準 因為他怕你說 你那時候沒講清楚啊 你客氣啊 他怕你都說 你沒有講得那麼清楚啊 所以你當時沒有這樣 你這樣講我就懂啊 對不對 他讓你 你考規避 你還可以耍一點賴 所以他是一點空間不留 一點餘地不留的方式的溝通 這就變成就是說 我今天要給一個指示下去的話 比如說我target setting 我說給一個instruction的話 你必須要講這個東西要很清楚 免得下面人不願意執行 要不然就變成說 你那設定的 設定的那個目標是measurable 可以衡量的 你做到還沒有做到 你認真做還是沒有做到 所以就變成很露骨 很露骨 那為什麼這樣做 可能是他們過去長期 在掌握各個地方的國際秩序 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責任 也是他們利益之所在 就是告訴你我拳頭很大 你最好聽話 我不知道我這樣想對不對 因為美國的外交 當然也反映部分 美國人的文化本質 像我自己在美國的研究所的時候 教授跟我們同一組的分組作業的同學 他拿A我拿B 我當然行沒告報 我就直接去跟美國的教授講說 為什麼他A 我們是同一份報告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拿A 他就跟我講說 你沒辦法拿A 為什麼我們同一組 上台報告你沒上台報告 報告是那個美國人 對 他做報告是他講話 你沒有講話 他一定要有一個 他們做的事情 像這個西方人 他很重要 就是合理化 我今天給你這個分數 我到時候你來挑戰說 我就有說辭 而且他敢跟你面對面 是好直接 他直接就跟你面對面 很直接 這個文化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心裡就有點受傷害的感覺 你沒辦法 以前我看那個 我最喜歡看川普那時候 還沒當總統 那個Apprentice 你應該去看 就是實習生那個 Apprentice 很紅的電影 他到節目最後就要說 這個會fire 我用你的時候 他最厲害的就是他的 justification 理由跟原因 原因跟原因 他的合理化的說明 是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歐洲的話題還有一個 最後要進那個 下一個話題 趕快請教一下大大師 剛剛聊天聊岔開了 就是歐洲的PMI 今年採購指數公佈了 9月份的服務業PMI 降到了48.8號 這創了2021年2月份以來的新低點 當然資源不足的時候 你就會先想要該怪誰 該怪誰 當然怪他們自己政府 在處理能源問題上面 沒有做好因應 你要去跟著西方制裁 但你沒有準備的方案 除了怪政府之外 另外要怪的就是 他們的外來人口 所以看到現在歐洲 從之前前段時間的法國 修羅利 瑞典到最近的意大利 選舉的結果 即便右派或極右派沒有當家 但是他們的政黨比例人數 也不斷的增加 我問一下大使 外交上面你看 俄國你剛剛講到 以意大利為例好了 我恢復對你的公器 這是一種離間的做法 接下來還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見縫插針 因為冬天的局勢 大家都在等 如果普丁撐到冬天過的話 對他有利 但他能夠撐得了冬天嗎 應該是撐得了 應該是撐得了 那現在我想他 已經看到歐盟的裂痕了 很深 非常深 而且我覺得他的重點 應該還是在德國 還是德國 還是德國 可是這些義大利 匈牙利 這些國家 他能夠爭取的 他都爭取了 都爭取 基本上就是用能源 作為一個工具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德國現在 所以現在 美國把德國跟 對俄羅斯 給俄羅斯的一個怎麼樣 一個項鍊 他把它剪 一個鎖鏈 跟狗鏈一樣 把它剪斷 因為美國很清楚 這個鎖在 這個 俄國人鎖在 德國這隻狗上的鏈子 就是那個 都是北溪 他把你剪斷了 那現在德國 你對普丁 你不能有期望 也就是說 根本希望給你斷了 你自己去別的地方 找能源吧 不要在那邊做夢 那相反的 普丁也控制不了 現在德國了 所以這一招是很狠的 那可是我覺得 現在就變成就是說 歐洲本身的問題 我認為在這個冬天 會發酵 然後呢 可能會產生很多 社會的動盪 社會的動盪 那 尤其 尤其德國的情況 最嚴重 德國現在本身 他們已經 也不是說 到處都在 啟事啊 可是問題 這個隨著氣溫 都不斷的降低 他們這些貧窮的人口 那麼他在生活上 越來越不方便 會慢慢 會有很多的問題出來 所以我覺得已經 普丁已經 怎麼講呢 已經種了很多種子下去了 就等冬天 等冬天開花 冬天要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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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歐洲本來的問題 就很嚴重了 那我覺得最近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整個歐盟機器被 美國操控 所以不斷的深化 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那只會讓歐洲的整個的 經濟情勢更 更惡化 那你現在他這個 這個PMI指數這樣 這是必然的 現在歐洲問題非常嚴重 現在德國 歐洲的經濟情勢就是德國 我想別的 這沒有懸念的 我以前在 在歐洲說我開車 從布塞也開到柏林 我跟你講 那條路 因為他有 他要到歐洲第一大港 他有的貨 都往阿姆斯坦丹 或安特衛普去 那個 因為歐洲的卡車只能走最後 最右一道 那個那一道 基本上是車連車的 沒有斷的 全部都是德國的產品 所以德國這個經濟動起來 歐洲就吃飽飯 德國的經濟出問題 很多國家就出問題 所以德國是關鍵 可是德國的 德國狀況不好 現在被美國抓得很緊 對 美國抓得很緊 其實美國 最近有一份 蘭德公司的報告 我想在很多地方流傳 就是 美國是有計畫的 要削弱德國 美國是有計畫的 要削弱德國 因為尤其在梅克爾的 那個長期的統治領導之下 美國對 美國對德國是很有意見 他基本上 難怪德國所有當家都被美國監聽了 對 因為基本上德國是可以把歐 他是左右歐洲整個方向的 有實力的國家 那他的方向是往俄羅斯走 他德國有三塊嘛 第一個就是市場 就是說能源建立在俄羅斯的廉價人員 然後勞工生產建立在廣大 這個優質價廉的東歐勞工 市場是 中國大陸 這三角 這個三個角基本上 都是美國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 而且美國感覺受威脅的 所以這一次 藉著俄羅斯戰爭 一併把德國的 這個三條腿 起碼給你打斷掉兩條 撒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而且能源現在給你弄沒有 你要去做生產力的話 生產力也拉不起來 對 一時多鳥 嗯